第108年 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魚子組42公斤級的決賽 看到青方是臺南是藍隊的黃佩珍 而紅方則是臺中A隊的林凱和 林凱和的身高相對的高了一些 腿長也比較長一點 近身 來自作前段踢擊的嘗試 尚未有分數上的競爭 後腳的旋踢也沒有 雙方我覺得還在試探 這回合好像都 還找不太到如何來做進攻 對 對 因為每個選手他們都會有他們自己的慣性 慣性腳也好 或者說他們習慣性的動作也好 然後在第一回合的時候還不是很熟悉的時候 他們都會一開始先做一些試探 是 這並不會直接來做進攻 對 那當然看到第一回合 看一下雙方的教練 來去指導 來進行第二回合的比賽 好 雙方有稍險比剛剛更積極的攻擊 但是好像還沒有 因為雙方的重心都是在後面 是 等於就是他們只是把腳丟進去而已 但是力量打不進去 所以他們如果要打要攻擊好一點 所以後腳可以 或者是第一拍玩的時候第二拍再接上去 所以我覺得政權也是蠻有機會 政權其實蠻好用的 是 在今天的比賽當中 其實看到政權都能率得分 對對對 而且基本上你有發揮 如果不是偏太多的話 裁判都會給 是 不是那種削過去的 基本上都能夠得分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後腳的旋踢 有 有聲音但是沒有感應到 連續好幾次的後腳旋踢 但是都沒有感應到 是 可能有踢在感應器的下方一點 並沒有直接踢中 有需要 有需要指中的位置 對 也有可能同方他的手有可能擋到 但是後腳表示說 後腳的時機點是對的 是 那如果他中端不踢 他中端再往上端踢的話 就是中變上的話 有可能就踢到 那在第二回合結束 雙方還是0比0的平手 並沒有任何一方拿下一分 那也沒有犯規被判罰了 黃沛珍來面對到林凱和 這算是一個 這是到現在四強賽來講 好像很和平的 感覺很和平的 非常地 peace 0比0 第三回合 積極進攻了 還是沒有踢中 現在就是比誰先失誤 先失誤的就是先失分的 大概就 比賽就結束了 因為兩個人 都 這個終端 已經好幾次了 是 其實他改變一個路線就好 後腳下壓 林凱和後腳下壓得分 這個三分 是相當重大的 所以他也是有改變的 因為他本來都踢前腳 突然間一個後腳下壓 黃沛珍的 中段的踢擊 也沒有辦法拿下分數 林凱和的正拳也沒有 比賽不到30秒鐘了 對 黃沛珍要追分了 後腳的旋踢 都很大聲都沒分 對 正拳打進來 就一位的裁判 有按下按鈕 最後10秒鐘 沒力了 體力耗盡了 1 1 1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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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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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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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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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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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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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